所有的修炼这是个入门 你如果不从这开始炼 一甲一切甲 所有的炼这一生 你怎么修怎么炼 实际上都是在甲中修炼 那这就会耽搁了这一生了 就是你误以为自己在修在炼 实际上都是在八十里面 那么在八十里面 它就是一甲什么 一甲甲 那只有在真心里面 那么才是一甄一切甄 所以是只关 这个我们前面是只 后面是要关 那基本上是在你心灯 炉火 玄冻 红光珠 这些过程这都还都是只的过程 那最后你恍兮呼吸 呼吸恍兮 去帮入进去了 入到哪里 没有人 没有我 无人无我 一片光明的空性光明境界里面去了 那入到这里面 如果是老是待在这里面 那就没有意思了 那你找到的真心不用 那你就不是白找了 对不对 你赚钱赚钱这辈子是用啊 你需要房子啊 需要衣服啊 需要吃的 所以你不用 你这个找到钱也没用了 你找那么多钱干什么 他说我们找到真心是要用这个真心 用他做什么 用他真修 实验 改变我们的性 从性的耗散结构变成性的凝聚态结构 把这个如面粉点的性光点凝聚成性光团 从性光团里面 还要在观照着 升起自己的这个性光体 那就是自己的不同层次的得益生身 化身 最后要化身 去帮助我们积累功德 功德圆满了 把自己的抱身也要练化 那就是抱 化 发 三身 发身成就 抱身成就 化身成就 如果没有观照力 这个你不能够升起自己的得益生身 所以是没有观 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大家看佛经都看到观想 没有让你想象 你看找不到这个词 所以古代这个虽然是我们的佛经 是从印度文翻译成华文 但是相当严格 这都是观 观想 观照 没有说想象 你看他不用这个词汇 没有思考 也不用这个词汇 也没有思想 都不允许你有这样的词汇 那么就是都是观 观想 观照 那么说是观自在菩萨 那么这个心经的第一个字 就从这开始的 也就是说这就是你的心 没有心你没办法观 所以你在想象 想象那是第八意识 你在思想 思想是第七意识 你用惯性那是第六意识 用眼识 那是眼 前无识 更低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知道 这个天台止观 上去智者大师 在天台中 创立天台中的时候 直接就是从止观开始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